昨天在廣播上 左批綠 右批白 大家都說你好像 艱困一戰扛下來 自己的硬起來了 我想昨天最主要就是 跟大家講 今年底的選舉 在台北市 國民黨是非常非常的艱困 中央是民進黨執政 地方是民眾黨執政 我想這是第一次面臨到 完全在野的情況 所以是非常非常艱困 所以 我會一肩扛起這最艱困的一仗 也會 以全民的福祉奮 奮戰到最後一刻 那年底台北市一定是 打一場團體戰 我們絕對是要以做好 做最好的準備 然後將團隊的戰力發揮到最高的極致 我原來那個陳時中 部長前一陣子前幾天有宣布 說他要戒煙遭外界 認為這是選舉的考量 你怎麼看這件事情 因為鄭運鵬有特別提到說 國民黨很怕陳時中出來 那你會怕嗎 我相信健康一定是部長唯一的考量 因為沒有什麼比健康更重要 可是因為他說 戒煙如果跟選舉考量的話 那寧可不走這樣的路 那我也怎麼看 所以他是以健康為唯一的考量 對啊 那我認為也是 沒有任何其他的事情 比健康更重要